大家好 欢迎加入健康多应点的直播 我是妇产科医师李伟浩 我是妇产科医师邱宏杰 那其实我们妇产科跟妇产科有非常多相关性的地方 那我们的病人的话大家会以为 好像妇产科只看男生 然后妇产科只看女生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有的时候我们的病人会横跨两个性别 其实我们妇产科也不是只有在看男性病人 其实在我们门诊很多病人进来就问我说 医师我是不是看错科技了 例如说他妇产道感染他到底该看哪一科 其实妇产道感染方面妇产科跟妇产科都可以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误会说我们妇产科只有看男性的生殖器官而已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假设结石肿瘤 那妇产系统的肿瘤 妇产系统的结石其实它不分男女 当然耗发率有所差别 但是部分男女它两种都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们妇产科在同时处理男生的问题 也处理女生的问题 对那但是妇产科的部分稍微局限一点 我们大概会碰到男性病患的话 大概几个状况 第一个当然挂错号了就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我真的碰过挂错号的 那另外的话这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不孕症的部分 有时候男女生我们会一并去评估 有些时候比较简单的 例如说像经益检查 我们妇产科就可以直接开 不需要特别转介到泌尿科那边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评估 那另外的话当然在肚子里面的宝宝的话 是不分男女都是由我们妇产科在接手的 除非等到生出来之后 我们才会交给陈慕容神医师 小儿科他们去做处理 其实我们这两科的关系很密切啊 密切不是说只有在手术方面的合作嘛 因为手术方面膀胱后面如果是女生来讲 他后面就是接着子宫 所以在手术方面我们两边的界线 其实要分得很明确才不会互相伤害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有一些生殖系统方面的疾病 我们必须要找出病人 例如说性传染病 我们必须要找出性伴侣 我们才有办法做一个根治嘛 例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 在过去我常常看到一个年轻男性 可能二级岁 他是性传染病的 他主述就是说他下体会流脓 然后减尿会疼痛 那当然一看就是 他那个流出来的脓是属于白茁状的脓液 那因为我们临床今天一看他大概就是属于那种 临病的病人 那临病大家都听过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乒乓球效应 对 那当一开始我当主治医师 我没有管这么多的时候 就给一些临病方面的抗生素 然后治好完之后 奇怪没多久 他怎么两三个月后又回来了 又是同样的问题 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厘清 他所谓的性伴侣的对象 大概有哪些 然后会告诉他说 那你必须要告诉你的性伴侣们 也一起来接受这个检查 才不会你治好了 然后他还没有好 他又传回来给你 或者是说 他传回给你之后 他也没有接受 他后来也接受治疗 可是他可能又有另外方面的性伴侣 那就在那边传来传去 就变成一个网状的传播 那大家都不会好 所以常常就是由性传染病来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妇产科的病人 是 所以像这种性传染病的话 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就是我们讲说 生殖道游这个菜花的部分 那菜花大家知道是由人类乳涂病毒造成的 那这种状况的话 最常见其实还是性行为的一个部分造成 那大家会以为说 女性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在妇产科 几乎都是看到女性菜花的部分 那但是男性的部分 当然他也会长 而且其实男性的盛行率 要比女性还要更高 那之前我就是碰过一个女生 那他来检查是男朋友带着来的 那所以他们两个一起进来 女生就说他觉得外音部很痒 好像有点过敏这样子的症状 他是说过敏 过敏 那当然我们就是带女性进去做内诊检查 那内诊检查其实上面就是一颗一颗 已经看得出来有突起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就 可是因为男生男朋友在外面嘛 我就小声问说 你知道这个其实是菜花这样子的状况吗 他就点点头说他知道 他知道 而且他其实已经在外面已经就诊过了 那就诊过了 可是擦了药膏之后还没有完全消 那这个时候 男生的部分其实有一点怀疑啦 因为女生回去都是跟男生说 我是过敏 我是过敏这样子 对都一直讲说是过敏 那男生说过敏怎么治不好 所以最后从诊所一直到医院来 好那我就跟 我就跟女生讲说 你这个是传染的 传染来的 那我应该要叫男生去检查看看 是不是男生传染来的 女生就说不要不要不要 那这时候就知道有隐情啦 其实就是有隐情 对所以后来我就 我大概了解状况 我就跟男生说 你先出去一下 那个我要帮女生检查 然后问他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 先在外面等 所以后来才知道 其实女生当然就是有劈腿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他怀疑是另外一个男生 传给他的这样子 对所以后来的话 当然这种在处理 我们还是会把病人的隐私都顾好了 但是同时也是跟女生讲说 既然你也要保护现在的男朋友的话 就是暂时在治疗的期间 就是不要发生任何的性行为 所以我们也遇过相当 诚 曾医师 是 曾医师好 OK 其实我们在密尼拉肯 也遇过相关类似的案例 其实我遇过一个 他是夫妻喔 对然后 他先生来 他的主书就说 以后是我老婆 她被婦产科诊断为菜花 所以我要来这里做个检查一下 然后我检查完之后 她看起来外观全部都OK 我都跟他说 你应该没有 他就说 还好我没有 可是他下一秒都想到 为什么我老婆会有 所以那个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家庭上的纠纷 那这种问题其实常常遇到 不过我们都会跟病人讲 其实这个病毒 它跟我们的这个带状泡疹 会稍微有点类似 它还是会有它的一个潜伏期在体内 那一般来讲的话 从病毒感染到并发 大约是大概两个礼拜到一个月左右 但是并不表示说 它一定是这样子 有些会延长比较久的时候才发生 像之前我有遇到过 是在长照机构的阿嬷 七八十岁的 然后才发出来 才发出来菜花这样子 那其实他的一个照顾者的话 都完全没有问题 那只能怀疑说 可能也许是环境不干净 也许是原本潜伏在那个里面 那它的免疫力差的时候 发出来的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在环境之中 也有HPV这个疫苗的 这个病毒的存在 甚至说在过去 有人从那个百货公司的手把 然后他去做一个病毒培养器 也培养出HPV的病毒 那我在临床上也看过一位病人 我一直觉得他不可能是性行为所感染的 为什么 因为他长的位置非常的奇怪 菜花位置长在我们肚脐的下面 对 因为没有用肚脐在性行为了 所以通常还讲我就觉得 那个不太可能是 然后他又常常在一些公共的澡堂 或者是公共场所出没 所以我是觉得说他有可能 最近有环境传染也有可能 那另外说菜花到底感染之后多久才会发生 像刚才有提到说在长照机构也有可能会发生 另外说甚至在临床上案例 有半年以上的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相关的临床案例 对啊 所以如果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先把重点先抓在治疗疾病的部分 就是不要在诊间就产生了一个家庭状况 那这样子的话会很复杂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变成要请警卫来去安抚双方 这样子变得很麻烦 那我们的门诊通常也不是只看一对夫妻这样子 还有其他人在等 如果在里面有发生家庭纠纷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很困扰 现成有时候我们除了处理临床上的疾病之后 还要充当两性专家 对没错 那其实这个部分现在有很多人会问到说 就是在菜花的部分或者是说像是癌症 子宫颈癌的部分要怎么做预防 那我还记得其实以前这个疫苗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老师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觉得这个疫苗要叫做子宫颈癌疫苗才对 还是叫做人类乳涂病毒疫苗才对 那个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跟老师说 我觉得应该叫子宫颈癌疫苗吧 因为子宫颈癌有99.7% 都是由人类乳涂病毒所造成的这样子 在这些子宫颈癌的一些组织里面 它可以验到HPV的比率是99.7% 所以几乎是所有的这些癌症 应该都跟这个病毒有关 那但是实际上好像不完全是这样子 因为人类乳涂病毒不只是会造成子宫颈癌而已 所以叫做子宫颈癌疫苗似乎有点太狭隘了 对 那个李渭医师跟黄云诚医师 是 两位好 好啊 所以其实我也是比较倾向说目前来讲 称呼它为人类乳涂病毒疫苗会比较好一点 对啊 因为像当年 当年我在当助院医师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助院医师的时代 常常会遇到一些蔡华的病人 那我们病程要帮他处理 那蔡华手术的处理方式不外乎就两种 一种就是电烧 大概就雷射 那大家听过新闻都有看到一些新闻说 还有冷冻啦 还有冷冻 所以电烧跟冷冻一个水深一个火热这样子 那冷冻通常我们会交由皮肤科医师来通行处理这样子 那电烧完之后这些病毒它会在空气里面到处飘 飘完之后你有可能会吸入 所以我一个学长他就很有这方面的盛世 他就说那时候才施假而已 他就说他要去打所谓的蔡华疫苗 那当时是用蔡华疫苗来称呼这个HPG疫苗的 那后来当然我也是就是听到这个学长的经验之谈 我也会去就是打完之后 所以自己防护力也会比较好啦 是因为如果是感染到气管里面的一个 就是说蔡华的部分或者是病毒油的部分 那个部分就很难处理 那有的时候甚至那个耳鼻喉科他们烧过之后 当然他还是会有复发的状况 那以前我们就是有碰过新生儿的一个人类乳涂病毒的感染 那这种的话就是妈妈如果有菜花 她还尝试从阴道生产的部分的话 有时候在新生儿的部分就会沾染到这个病毒 那一旦这个病毒的部分进入到宝宝的气管 那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有些宝宝在很小的状况下就必须要重复的插管 那宝宝的气管又很小 所以在做电烧的部分的话又非常困难 一不小心伤到气管其实就很危险 所以以前我们在小儿科实习的时候 遇到那样子的宝宝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可怜 其实那个目前子宫颈还在 女性还是属于十大癌症之一吗 对 但是它的一个排名已经越来越下降了 刚刚其实在还没直播的时候 我才跟那个邱医师分享到 就是说我在住院医师的阶段 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疫苗 我们碰到子宫颈癌的患者 其实已经大幅的降低 第一次大幅降低的一个原因 就是六分钟护医生 对 做子宫颈抹片的时候 让这个子宫颈癌的一个发生率大幅的降低 第二个就是现在一个施打疫苗的一个政策 那所以施打了疫苗之后 几乎现在的住院医师 要能够碰到我们开子宫颈癌的一个患者 是维护其微 几乎都是那些 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七八十岁的 然后再来就是他可能几十年来 从来没有抹骗过 对 那我过去就最近 其实两个月前才一个病人是这样子 七十几岁 然后他就是十几年来从来都没有抹骗过 那因为他有水肾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是先看肾脏科 那肾脏科的话 就是把他扫了一个电脑断层 发现 哇 怀疑是子宫颈癌 因为两边的那个 我们叫做子宫旁组织 都是像癌细胞 直接把那个输尿管给包住了 对 那包住的话 上面就变成是一个水肾的状况 这样子 对 所以就直接怀疑是一个子宫颈癌 那当然我们帮他抹骗的时候 就看到底下根本就是癌症 对 那病人还跟我说 为什么他第一次做抹骗 就跟他说是癌症 还有点不信任这样子的状况 那其实就是因为没有规则的去做抹骗 这样子造成的 所以那种部分的话 就变得会让病人的一个愈后非常的差 其实如果是在早期 现在的一个预防观念来讲的话 在雪林的一个女性 雪林的小女生的话 政府已经有公卫的疫苗可以施打 对 那但是他的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专责在职负责子宫颈癌的部分 就没有刚刚我们讲到说病毒有的这个部分了 那如果是要针对病毒有跟菜花做施打的话 就变成还是要就那个自费的疫苗来做施打 对 就这方面疫苗施打 有线上有人问问题啊 想问男生也可以打疫苗吗 其实近年来在台湾的癌症基金 会一直在推动男性施打疫苗这个活动 第一个就是说男性方面也会产生一些HPV方面的病变 包括说刚刚最常讲到的菜花生殖器有 甚至目前来讲连头颈癌 也证实跟HPV 男性的口腔癌 跟证实跟HPV有关系 那另外所谓的外阴部癌 肛门癌 或者是说阴肌癌的部分 这些全部都跟所谓的HPV有关系 所以之前我们两位都被早去拍了VC 是 那因为之前有一个那个MV非常的红啦 就是叫八成与你有关 那那个部分的话也是那个癌症基金会用来去 做一个HPV预防的一个推广的一个VCR 那那个时候就找上我们两位去做这个 一起跳这个手势舞 对 他跳这个手势舞 不外乎就是能够传播 让大家能够知道说有HPV疫苗这个东西 能够提供大家的保护力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所拍的 对 所以刚开始的话这部分是我先跳 那我要感谢制作单位 因为我在跳的时候其实秋一是已经录好了 那但是他们没有做录的状况 如果我先看到这样跳的一个状况 我可能会更紧张这样子 好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我放到我的脸书的那个粉丝团的时候 那粉丝就有讲 讲说 别笑 所以我没有笑容 这样子 还帮我找借口 对 那我看到学长的时候 哇 太帅了 太帅了这样子 其实我那时候在 他们叫我跳这个手势舞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觉得有点压力 那我跳的时候还是行 因为我之前有跳过舞 对 但是我一直觉得 我一直要看整个镜头 一直觉得很不自在 所以后来就觉得 我一直戴上墨镜好了 因为这样我没有看我看镜头 我还是可以跳舞 对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下次制作单位要我跳舞 我应该先帮我准备一副墨镜 还是提醒我一下要戴墨镜 可能会更不紧张一点 对 我其实还是会被同学取笑 或者说你这样看起来 有点像金门王或旅典会的感觉 这样已经不错了 我看起来的话像是木头人了啦 哈哈哈 所以两个比起来的话 我那时候就讲说没有 我在我自己的脸书上 我就写说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一比较伤害就很大 不过其实我们之所以跳这个的用意 就是希望能够传播 让民众们也可以知道 就是有HPV 疫苗防务的重要性 像澳洲他们就是号称说 他们之后可以把HPV 造成的子宫颈来给消灭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它全面施打之后 它的那个全民的所谓的卡本率 会变得非常高 然后可以降低HPV感染之后的 相关的一些疾病 对那其实在施打的部分的话 大家这边有问到说 我只要跟医师说要打疫苗 马上就能打 或者是还是要另外排时间 其实现在在疫苗的部分 医院的备货其实都是够的 所以只要挂号 然后我们就会开疫苗去做施打 那这个施打的流程的话 有人会问说到底要打几剂 因为这是一个自费的疫苗 那一般来讲我们需要打三剂 如果是年轻的小朋友的话 有些可以只打两剂 那是因为小朋友的免疫力比较好 那但是大部分如果是首领以后的 或者是二十几岁 这样子的一个女生的话 来我们的诊间 我们就会跟病人讲说 需要打三剂 那为什么需要打三剂 其实可以看我之前有做那个 科学卫教的部分 那因为我在那个科科科普的部分 有稍微讲过 疫苗的部分大概分成两种 一种是减毒的疫苗 一种是去活系的疫苗 对那像这个HPV的疫苗 它不是真正的病毒做的 它是用病毒的壳 病毒的壳去复制这样子 所以它没有真正的病毒 所以它刺激免疫反应的部分有限 所以需要打到三剂 才可以有效的活化我们的免疫系统 那一般来讲三剂的打法 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0 2 6 就是第一次打就第零个月 然后间隔两个月之后再打第二剂 然后再来的话再间隔四个月 等于是说从你第一次施打之后 大概六个月左右就打第三剂这样子 对那有很多人会问说 因为像女生的部分 现在有所谓的这个人类乳涂病毒的筛检嘛 那所以现在会有些女生会说 那我人类乳涂病毒的部分筛检 真的有人类乳涂病毒 那我还可以施打这个疫苗吗 过去的部分我们会觉得说 你已经感染了这个病毒 所以靠自己的免疫力 就可以获得足够的抗体 目前的研究越来越多发现说 我们自己的免疫力 针对人类乳涂病毒 似乎免疫力不够 其实也有一个研究是说 在男生的部分 男生即使你获得免疫力之后 其实他没有办法撑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即使你血清抽出来 是属于血清阳性 但是他并没有办法预防你下一次的感染 对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的话 还是在施打疫苗的部分 就算你有现在进行性的感染 如果感染告一个段落 我们在筛检的时候没有病毒了 就随时可以施打疫苗 他仍然可以额外获得免疫力的部分 对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部分的话 是会讲到说这个男女大不同 对其实男生跟女生的想法 其实真的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李医师你在看门诊 会不会有很深的感触 因为你本身是男医师嘛 是是 所以我们在看女性病患的时候 如果讲到这个性生活方面的问题的话 其实女生大部分对男医生讲是会有所保留的 那大概不会有所保留的 那个年龄层大概都会在40以上 对 比较属于比较open 他觉得就是都ok了 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 那其实男女生的重点真的不太一样 很多男生啊 其实都会觉得说 在性方面要能够很威猛 才能够满足对方 对 其实我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说他去调查说 就是一般有性行为之后的男生 可能20到40岁这个族群 那男生在意的点跟女生在意的点 完全达不起来 男生在乎什么 时间长短 对 然后再来都是自己的坚硬度够不够硬 有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 但女生的话女生在乎的点 反而是说他在乎自己身上的气味 对 会不会有异味 会不会有异味 会造成影响 或者是说 对 或者是说自己的气味 能不能够让另一半感到满意 那针对男生的部分 就是说女生对男生的一个部分 其实女生大部分会担心的 反而是男生太猛这样子 那其实有很多时候 女生还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 就发生性行为 女生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女生比较在意的是 男生有没有就是做好这个前面的一些 前性 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对女生的部分够不够体贴 而不是说一味的自己强来这样子 感觉自己很猛这样子 不过这个生理构造其实也不太一样 其实像男生的话 男生高潮大概 男生高潮的peak大概就是高原期 然后高潮他就会进入消退期了 可是女生其实他是可以在高原期 甚至他还可以多次高潮 相当久的一个时间 对对对 但是女生的话 他女生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他就是为什么 他跟情绪有关系 对 对 然后以及跟当下的环境有关系 对 就是说整个气氛够不够罗曼蒂克这样子 如果气氛不够罗曼蒂克 男生再威猛也没有用 对 男生的话好像就是 是不会考量到这么多东西 我自己是个人这样认为 我觉得男生的话 可能比较直来直往 是 例如说你去问一个二十几岁的男生 他大概随时随地都可以尻个一枪 对不对 不然我举个例子好了 男生压力大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会DIY 对 会嘛 会 对啊 那男生无聊的时候会不会DIY 会嘛 对 那压力大跟无聊 其实根本就是两个极端的事情 但是男生都可以靠DIY一件事情来解决 所以男女方面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 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那种男性 很希望强调自己那个威猛 如果不够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会用一些 另类的一些方式去做处理 例如说入珠 对对对 例如说像这样子 对啊 之前有看到一些案例 入珠把它做成那一支波提尸 对 那我个人在临床上 还遇过一个更特别的案例 他叫了这个女朋友 然后他入珠是在背侧 对 然后背侧完他就跟我说 我觉得女朋友这样才比较舒服啊 那 后来过了两三年他就换了一个女朋友 他女朋友说背侧不舒服啊 叫他去换掉 然后他跑来找我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把 背侧改到腹侧 对 所以他觉得女朋友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 但是 泌尿科医生应该是没有在做这个的 对 其实我们泌尿科没有在做入珠的这项手术 但是我们常常处理入珠之后的并发症 哪些并发症呢 其实我后来因为就是帮他们移除这些珠珠 有人用玉 然后有钱 对 有钱一点的可能用玛瑙 玉 对 比较没有钱的 那可能就是一般那种小钢珠 然后自己装进去 甚至最我觉得最最夸张的案例 他是用牙刷 牙刷他就是把那个后面的柄 一直磨成一个圆珠状 然后自己再把它弄进去这样子 就是塑胶的 所以什么材质都会看过 但是其实入珠最大的风险就是造成这个地方感染 甚至坏死 坏死有时候这个地方要清創 甚至整个做运筋的部分切除都有可能 所以就是目前研究告诉我们有没有入珠跟性高潮 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 所以不要再陷入这个迷思 对 那其实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 现在有很多的一个女性私密处的一个美容方式 那其中包括有手术的方式也有 有用雷射的方式也有 那有很多的部分的话 会 就是说有些时候是女生自己的一个 对自己的印象没有到那么好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都会说是男性的问题 我都一定会说是男人的问题这样子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 就是自己把这个部分好像弄得更完美了 男生就一定会觉得你比较好 对对对 因为不只是底下的部分的问题而已 有些时候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关 互相沟通的一个关系 那我过去就碰过一个女生 她是也是大概四十几岁这样子 那她来的话她就是跟我说 黎医师我想要做底下缩阴这样子的手术 对 我就问她说为什么要做缩阴这样子的手术 因为她说她先跟我说她已经生了三胎 可是我们在外观上看起来 其实根本就没有松弛这样子的现象 我说虽然你生了三胎 可是完全没有松弛 你为什么想要做缩阴 那她就说因为她老公不爱她了这样子 对 那她说她老公不爱她之外 就是好像在外面有小三 所以她觉得做缩阴的手术 是不是就能够挽回老公 对那其实大家可以想得很清楚 就说这个缩阴的手术跟她老公爱不爱她 其实一定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男生也许有时候会找各式各样的借口 去外面碾花惹草这样子 但是绝对不是说她做了缩阴手术 这个部分就能改善 那我们也碰过做过多次缩阴手术的一个患者 那其实会造成阴道的一个纤维化 所以反而会造成她在性交的时候的一个伤害 对 而且会有伤害性这样子 所以并不是说做手术的部分 就一定能够改善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 或男女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建议就是男生方面不要去追求说 就是生殖器就是一定要很大 或者是要很粗 这样显示出男生们的勇猛这样子 其实我给各位观众一个建议就是 够用就好 够硬就好 主要这两个问题 那在诊间真的还有病人来找我说 能不能帮她做一个阴晶增大的手术 那我就第一句话我问她说 那你希望能够做到多大 对 然后那病人说我要这么大 不可能嘛 那个不可能就是说 你想要做多大就是多大 因为跟你的皮肤还有一定的关系 那第二件就是说 如果你要真的要做一个正常的手术的话 它必须要以牺牲你薄洗的角度 那因为我们是把那个旋针带给打断 打断之后把我们体内那段的晕筋往外拉出来 对 当然你的长度在视觉上 或者是说在实际上真的会稍微长一点点 可是不就是那两三公分而已 你说你要无限制的增长其实不太可能 对 那你为了增长那两三公分而牺牲掉你薄洗的角度 因为一般的薄洗它全身带拉住的关系 它薄洗角度是往上的 那当你打断这个全身带的时候 它薄洗角度会变平甚至会往下 反而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心脚方面的困难 所以我也不建议说就是以为去追求又大又长 是 像以前遇到这样子的男性患者 我们妇产科我们就会直接讲说 你再大也没有宝宝大 所以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因为宝宝宝宝我们这样接下来这么大 所以其实阴道的部分它的一个弹性是很强的 所以你再怎么弄大再怎么弄出 再怎么样也是比不过宝宝的头 对 这句话是非常好的 是 那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刚刚讲到 我们的这个一个私密处的一个整形手术 除了会带来 其实不会 不太会带来一个性生活的一个改善 当然小部分是会 那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它的一个风险的问题 那感染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之前也遇到蛮多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在做完这个手术部分的一个伤口的一个照顾 其实很重要 那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完的状况下 伤口还没有完全恢复 一般以我们外阴的手术 或者是阴道的手术来讲的话 愈合的时间大概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所以我们都会叫病人说 你要停机大概两周这样子的状况 这样子它底下的部分才可以愈合的好 那但是偏偏就会有些人在愈合好之前就开机了这样子 那尤其是 尤其是我们碰到的一个特殊族群 就是会做处女膜成型的那一种 那因为它也许之前有发生过性行为了 结果它现在又想要把它补回来 不管任何的原因它又想要把它补起来 那有的时候真的还没有完全愈合好的时候 你就发生关系 那那底下的那个裂的部分就会很难看 所以李师你建议如果做过外部相关手术 你大概都会建议两周后 对我比较建议两周后 对那因为女生的部分的话 愈合还蛮快的 那我不知道男性的部分 男性的话一般来讲 假设是割包皮的手术 或者是说刚刚所谓的入住处理 入住处理一定要等到它伤口完全愈合 它才有办法性行为 那一般割包皮手术 割包皮手术通常来讲 我们还是把它定为算是比较干净的手术 除非它有合并感染 那一般至少大概一个月左右 我都会建议说一个月以后再发生性行为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之前像男生病人也有一些不是很听话 发生一些惨案 就是说他来做割包皮手术 割完之后伤口也恢复得很好 可是那个线还没有完全脱落 可吸收线还没有完全脱落 他就急于跟女朋友开机 开机完之后就跑回来说 医生我那里又流血了怎么办 对啊然后伤口有一点点稍微裂开 不过还好那个裂的幅度不大 大概就我们再整间 稍微带个一针就可以把它带起来 所以还是要听话 另外还有遇过割包皮割完之后 都还没有完全愈合好 就跑去泡温泉了也有 大家都知道温泉里面各种细菌真的非常的多 造成那个地方伤口又感染 所以不管是说要开机 或者是说要从事一些 会接触到我们所外应部方面的事情的时候 还是要斟酌一下 大概就尽量还是维持一个月会比较好一点 是 当然说你要在家里一般过一个礼拜之后 你要冲澡洗澡 那只要你术后照顾得好 有消毒干净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 是那像女生的外应的部分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伤口本来就已经是在外界的部分 所以我们通常会跟病人讲说也不是一定要去消毒 但是需要做好的就是要多保持干净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建议患者就是像做月子那样子 我们会泡盆 那泡盆主要的目的的话 第一个清水会把脏东西带掉嘛 那再来就是这个温水的部分可以刺激这个方面 这个部分的血液循环 像女生的外应的部分 血液循环其实非常的好 那表皮的部分大概在一个礼拜内 其实就完全长好了 那还蛮快的 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在处理方式上面跟照顾方面的话 就是会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把握原则就是 不能太早开机 太早开机的话 常常会出一些问题 李师你有遇过那种就是 父女一直反复心泌尿道感染 后来发现是男生的问题 有 当然有 那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 妇女的那个泌尿道的部分 跟底下的一个位置非常的接近 女生的一个特点就是 她的外应部离肛门口近 那离那个尿道也近 所以这几个部分的感染 通常都会合并在一起 有的时候泌尿道的一个感染 如果我们不去处理 阴道感染的部分的话 就改善不了 那同样的有的时候 如果是像是有一些痔疮方面的问题 也会影响到被阴道的部分 对 其实这些都会互相影响 甚至也会影响到 她解尿方面的问题 是 她常常会来门诊 就是说她常常解尿会疼痛 有分泌物 然后贫尿 然后一直想上厕所 去捲不出东西来这样子 对 那这时候如果女生反复心来的时候 如果她是属于比较年轻的女性 通常我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性行为的清洁 对 所以一般性行为我们还是建议说 在在开始之前 其实两方其实都已经做洗澡的动作 那最后就是说当结束的时候 还是要做个洗澡的动作 不要倒头就睡这样子 是 这样子保持清洁的话 才能避免感染的部分 其实男生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泌尿道的感染 对 其实真的有遇过就是 她女生一直反复心在妇产科看诊 看完诊之后 妇产科医师检查 这女生其实她都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那妇产科医师问她一句说 那你男朋友把她去检查看看 后来她真的带她男朋友来咪尿科检查 一检查 我把那个包皮一推开 里面满满的包皮构 全部都 而且甚至那个已经结实了 就好像长了一圈这样子 然后我当然就跟她说 难怪你会一直反复心感染 因为这个地方 她的细菌量就是这么多 然后甚至我都 甚至有一些病人 她这样的状况之下 她还生了两个小孩 真的非常厉害 所以在过去的话 都是关起灯来做这样子 偶尔可能还是要把灯打开 完全看不到 我就说你那个包皮这么长 然后把那个龟头整个包巾包成这样子 你还可以生出两个小孩 真的是非常厉害 对 那其实对女生的部分 当然也是一样 所以女生如果有在感染的 一个状态下的话 那发生性行为的话 也是会非常的不舒服 那有的时候甚至会造成 我们叫做骨盆腔发炎的一个状况 然后有一些就是 常常发现血尿 对 对他们看到血尿会非常的紧张 那通常疼痛性的血尿的话 我们比较不需要那么担心 因为它就是膀胱发炎 那如果是无痛性的血尿的时候 反而要比较担心 因为无痛性血尿的话 膀胱肿瘤或者泌尿上皮癌的机会 就会比较高一点 对 或甚至是如果我们之前碰到 子宫颈癌往前直接吃到膀胱 结果它的表现是以血尿为主的 也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我突然想到一个案例 就是说在过去 一直反复性血尿 可是它的血尿最后 我们去做一个膀胱的刮除 刮出来是子宫内膜 是 所以因为子宫本来就是在膀胱的后面 所以如果癌症一旦吃穿的时候 我们的癌症就是会往前往后吃 往前就会到膀胱的部分 往后会到直肠的部分 所以以妇产科的癌症来讲 如果是比较后期的一个癌症 有的时候会合并血尿的状况 有时候会合并血便的状况 对 有时候是甚至所谓的子宫内膜异味 它有可能会长到肠子 所以有时候它会用肚子疼痛来表现 第二个就是它长在膀胱里面 血尿的部分 每次血尿都跟月经周期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 比较罕见的一些案例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是要手术的话 我们就会求助于泌尿科的协助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切子宫内膜异味的时候 有到膀胱的位置 那膀胱是必须要切开来的 对 那切开来的时候 泌尿外科就会帮我们把膀胱补起来这样子 不然的话到时候小便就会一直漏到肚子里面 所以其实在我们训练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真的会遇到就是 泌尿科跟妇产科同时在 合并一起开刀 我们table上开同一台刀这样子 那另外的话跟我们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职肢外科的部分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骨盆体的器官大概不外乎就是这三个位置 其实最上面是膀胱的部分 然后是我们子宫的部分 然后最后是职场的部分 对 职场 肛门 然后再往上就是宇妆结场 那在女生的部分的话其实跟男生不一样啦 那尤其是生完小孩之后 其实这个主题的话之前我们在 我在跟那个陈梦荣医师的部分 好像也稍微有提到过这样子 女生生完小孩之后 大概都会把小朋友当作是第一优先顺为了这样子 那对于自己的健康的部分 常常就会比较没有照顾到这样子 对 甚至在性行为方面也是一样 就很多男性会觉得 另外一半好像对自己已经不是这么专心了 对 那常常担心说是不是我自己表现得不够好 就是说有可能夫妻在一起的时候 女生还在想说 孩子明天上课要带什么课本之类的 对 那男生就会怀疑说是不是自己能力不够好 我会说没有办法带给女生愉悦的感觉 是 那我们我过去也在门诊遇到过 就是熟女带那个先生来 带先生来 可是很好玩 那个熟女已经五十几岁 其实差不多是应该是快更年期这样子 那她的先生才三十几岁 才三十几岁 可是来看的话她 她披头就问 李医师为什么我先生不行这样子 对 哇 那个先生才三十几岁被这样子讲不行 我就想说 这个压力也太大了这样子 那她就 反正她就问说 我记得那个男生的话有那个什么 每一周 按年纪去算每一周应该是要几次这样子 我们叫做九的法则 对 这要跟大家复习一下 假设四十岁 四十五岁左右 我们有取前面的四 四乘九 三十六 对 大概三周六次 还算是合理的范围 是 那下面一个病人是大概三十岁 那如果三十岁三乘九二十七 大概两周七次嘛 所以大概平均来讲是每周三次 对 但是我在临床上啊 我真的发现 在因为可能我们现在职场压力比较大 很少的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对 对 除了大学生 大学生大概二十岁 二乘九十八 一周八次 所以大学生真的很多是每天都有 但是当你一踏入职场之外 就好像说 性这个东西啊 它很特别 它不是只有你生理上OK就OK 然后还有心理上环境 压力这些全部都会影响 包括说 它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 它就根本不可能提起性欲嘛 是 对 所以在诊监委遇过有一些人就是说 意思我最近真的性欲非常的低下 完全没有想到那一方面 甚至被老婆怀疑 它是在外面有小三 对 那老婆叫我一定要来这里做检查 那遇到这种就是 男性可能四五十岁以上 我们要怀疑所谓的男性更年期 一定会去验一个搞乎头 那验完之后都很正常 所以我都 我都会再问一句就是说 那你目前工作状态怎么样 他说整天被老板钉啊 对 被老板钉你当然就不会有幸运嘛 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可能 坐席都不正常了 他晚上都熬夜 那甚至早上陈间薄席 这个现象也会消失 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 如果真的陈间薄席消失了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简讯 他在提醒你身体一定有所谓的 什么问题 一定有什么问题 当然有可能是压力过大也有可能 就是自己要去排除 自己要去领清 你知道吗 是 像我刚刚分享那个案例啊 后来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他就那个女生就说 我老公都不行 明明老公比他小20岁 然后他就说老公都完全不行 那其实老公在旁边就是 你就看得出来压力很大这样子 那我就问说 那你大概多久会跟老公 有性行为这样子 他说其实一个礼拜大概两次 两次 那以两次来讲的话也不算太少 其实也不算太少 对也不算太少 但是他就是说老公好像都兴致缺缺这样子 那他就是炖憋汤啊 用各种那种什么东西给他补气啊 为什么老公还是不行这样子 他就每次他说 我每次都跟老公讲说 你为什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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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想说你一直说你老公不行 那他压力这么大 当然就变得不行啊 对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 那性这东西应该是要在愉悦的环境之下 当你把它视为一个功课 或把它视为一个压力 那他当然就会对你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 是 而且男人很奇特哦 男人只要有一次失败的经验 他就会一直想着这个失败的经验 像我在门诊遇过大学生 也会像大学生二十几岁 他不会有问题 对啊 对 但是他就是因为有些大学人喜欢熬夜 熬夜完之后他就说 他做到一半就软掉 那软掉之后 女朋友就对他冷嘲热讽一下 他就觉得自尊心瘦创 那他说跑来诊间 那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检查 全部都正常 后来我只开了一颗 威尔干或开个洗力室给他 我说你回去吃完之后 一个半小时内你去找你的女朋友 他说我性质都不错 环境也不错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在一起 后来完了之后他就回来跟我说 非常有用 我就说其实我开这个药给你 我只是在帮你建立一次信心 你有这个正面的信心之后 那后面就不会有问题 那你不要一直想着前面失败的经验 对啊像黎师刚才提到那个案例 我在门诊也遇过 一个很粗 很粗壮的女性 带着一个老公走进来 然后一进我的门诊 他就门一打开 他就跟我说 邱医师 我老公他有性功能障碍 对 门都还没关起来哦 对啊 所以后来 我就 我问老公认得问题 例如说 有没有糖尿病 有没有慢性病 或开过刀 之前有没有做过相关方面的检查 老公都没有讲话 全部都是老婆在讲话 对 后来我只好做出一件事情 说 这位太太请你先出去一下 对 那我就问了老公一句话说 请问你早上有没有成间勃起 他说有 成间勃起 应该没问题 他说OK 那我问了第二个问题 你自己DIY能不能达到高潮 他说可以 而且非常的正常 所以这种我就会判定 他就是说他就是性因性 对 可是我也不能告诉他说 其实换个老婆就会好 对 对 但是其实这个有时候就 密尿科医师的角色 就不是这么重 所以这一类的病人 我通常会建议他去找 就是咨询师 心理师方面来讲 这个夫妻要好好的谈 是 那像我们两性科啊 还有一个常常会碰到 跟性行为相关的 就是义务的一个入情 所以在义务的入情 大概我们各式各样的东西 都大概碰过 我遇过最夸张的是 我在那个住院医师阶段 那有一个病人来 那病人来的话 他就是说 他底下很痛 那帮他扫了一个X光 在急诊照了一个X光 肚子里面有一根牙刷 有一根牙刷 那我们就想说 是在哪里这样子 先帮他用内诊的那个扩音器 压嘴去看 牙刷竟然不在阴道里面 整个进入肚子去了 那是不是表示他已经捅出去啊 对对对 已经从那个 我们阴道的部分 其实是一层皮嘛 但是跟大家想象很不一样 大家会以为说 阴道应该是很怕痛的一个位置 没有 其实阴道是一个不太敏感的一个器官这样子 所以我们常常在 例如说像是我们做这个内诊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我们在做子宫颈抹片的时候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痛感 那么敏感 那这个牙刷也是一样 就是他自己 撸撸撸撸就撸到肚子里面去了 整个阴道破了一个洞 然后进到肚子里面 就那样子的手术就变成 我们必须把肚子打开 进去 然后把牙刷的部分夹出来 那夹出来之后的话 还怕肠子有伤害到这样子 我们还请一般外科来看 所以我遇过一个算是异物里面比较恐怖的 那比较常见的 例如说像是什么保险套掉在里面很久啊 对 蛮常见 对 或者是有东西 各式各样怪东西卡在里面啊 那些都算蛮常见的 其实刚刚李医师讲的 让我想起一件事情 我当年在当总医师的时候 那有一次我就被急诊科会诊 那他就跟我说 病检他那个地方持续性一直有血尿的状况 而且是用喷的 我心里想说血尿通常来讲 他不会用喷的 对 后来我到急诊医去了解 他病人是一个大概十几岁的女孩子 那是性行为完后 所以是他的小男朋友送他到急诊 其实就是出于大家健康教育的重要 就是对自己生理构造了解的重要 因为他们双方都是第一次性行为 所以找不到所谓的适当的地方进去 所以因为女生是处女嘛 对 后来来讲男生就可能朝前面运筛 对 所以他等于是把女生那个尿道口给呈裂 呈裂完之后他 当然尿道后面他就属于引导的钱币 那引导的钱币来讲他有很丰富的血流供应 所以是那个地方一直在出血 对 那我觉得最夸张的一点是说 通常他们性行为完之后女生觉得很痛 对 男生觉得很痛 正常 第一次嘛 那第二个他觉得做到一半之后 其实奇怪怎么女生很痛就算了还流了血 但是他也自我合理化流血正常 可是已经流了一滩了这样子 对 那后来他发现 女生好像做的过程中好像反应越来越迟钝了 有点叫不太醒的感觉 他赶快把他送到医院来 到医院来医院血红素只有4 哇 那已经出血量过多了 对 那已经出血量过大 对 那后来事后我去检讨这个案例 万一男生如果合理化的时候 他就躺着睡觉 这个女生是会死亡的 对 会因为出血而死亡 而且到后期的部分 到4点多他可能已经稍微 已经意识模糊这样的状况 对 所以在急诊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病人 其实他的意识是模糊的 对 后来赶快就是 密尿科 妇产科一起进去 把这个地方给修补起来 当然在急诊他们已经做了 初步的处置 先输血 所以急诊科医师其实很重要 对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 告诉大家正确的一个性行为 跟正确的性观念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在现在的小朋友的性教育的部分 其实越来越完善 对 相信将来这样子发生 这种状况的机会 应该要越来越低 但是当然一样 就是说在发生性行为的过程中 如果有任何的异样感的时候 女生也要勇敢地讲出来 因为常常我们会碰到女生 有时候有蛮厉害的一个撕裂伤了 但是她都还是忍痛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李医师你会不会遇到就是 因为通常密尿科的病人 对我们来讲都还蛮坦白的 对 因为我们是男医师嘛 所以密尿科的病人来讲 都会告诉我们的东西都很直接 甚至说她在外面有几个小三 她还会跟我们讲 对 所以我们都是跟病人当很好的朋友 有些甚至已经好几年的朋友了 这样子 那李医师你遇到的病人 会不会有些就是避重就轻 因为隐瞒一件病史 很多 很多 非常多 其实女生的部分 难免会对男医师比较保留一点 那那个我们都可以接受 不过要在这边 要在这边跟大家呼吁 其实医生的部分 我们自己会觉得 我们看病人没有再分性别了 那你也不要管说男生 医生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们对待病人都是一视同仁这样的状况 那大部分的妇产科医生 你也会发现妇产科医生 男医生会比较斯文一点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对待女性可能要有比较 温柔 对 比较细腻的心思 跟这个比较温柔的态度这样子 那确实 但是很多病人的话 还是不会愿意一次就把所有的一个 全盘拖出 对 那我之前有遇到 反正很多 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个案 就是如果是有异物在里面的 那几乎来都是跟我讲说 发炎很严重 那发炎了很久 那但是我们这个压嘴一撑开 其实就看到东西在那里 对 但是病人的话 几乎都不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讲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 会有一个风险 就是说有的时候 那个东西如果不尖锐就算了 可是我们在推压嘴的时候 如果里面这个东西是尖锐物的话 那也许会推到 会受伤 对 反而会让病患的部分的伤害更大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建议说 病人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对医师坦白 那我们其实不会对病情 有什么样的一个批判这样子的态度 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病人 其实他都会合理化自己的症状 对 例如说像有一些病人 他明明已经诊断就是性病了 对 然后他还强调说他们有性行为 是 对 例如说他已经是零病跟梅毒 两个都有了 对 他还强调说他一定是去洗澡感染到的 是 或者是说他去某个场所感染到的 顺便批评一下那间场所的卫生这样子 对这种很多啊这种很多 像那个什么 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 底下病毒有的啊 或者是底下那个分泌物感染很厉害 灵病的这种也有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阴道低虫的也有 对 那第一个的话他们就是说 啊我上个礼拜去温泉旅馆 第一期话都是先否认 对对对对 第一个都说我上个礼拜去温泉 那家温泉怎么那么脏这样子 再不然的话就是说 我有去健身房 健身房的那个毛巾怎么没有消毒干净这样子 几乎第一件事都是这样子 那但是实际上如果 从细部去慢慢了解到病人愿意跟你讲的话 那通常都是还是会有一些隐情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 病人刚开始他出现就是顶耐排斥的态度 当你跟他建立一个性能关系的时候 他才愿意对你来讲会全般拖出 对包括这些比较私密的性接触史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其实女性的部分 好像也比较会合理化自己的一些症状 我最近就遇到很多 我在那个我自己的那个粉丝团有分享 就是小腹突起的这样子的状况 对对女生来讲 小腹突起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 一遇到小腹突起第一个女性在想的就是说 可能是变胖了这样子变胖了 可是我们知道说变胖的状况的话 其实它突起的一个范围是有限的啦 那我遇到的患者都很多是大的卵巢的瘤 或者是子宫肌瘤长得好大好大这样子 他来他还是说 医生我最近小腹突起是不是变胖了这样子的状况 那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撇步 就是要怎么样知道说这个突起到底有没有异常 那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你整个人平躺下来 那如果是小腹突起的话 那个平躺之后你的小腹会微微的下沉 然后往两边去四散 那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会比较smooth一点 对对对 这时候就是其实是你的一个脂肪宝去延伸到四周 为什么我讲延伸 讲脂肪宝宝其实是有原因的啦 因为之前有一个病患跟我讲说 黎医师你看我的肚子这样微突好像是怀孕的状况 我帮他扫超音波 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我就说所以你怀了脂肪宝宝 对所以我就说脂肪宝宝就开心的到往两边去四散 但是如果是有一个肿瘤 有一个瘤在那个位置的话 那他其实基本上他就是固定在那边 那这种部分的话 你会觉得他很不自然的一个突起 而且这样的患者的话 大部分都会合并像是贫尿啊 对 或者是说像是便秘这样的症状 因为前面他会顶到膀胱的部分 后面压到直肠 对那如果单独只是胖的话 可能不见得会有贫尿这样子的问题 那李医生你开过最大的子宫肌瘤大概 我开过最大的子宫肌瘤的话 有四十几公分 快要到那个肋骨下缘这边 已经到肋骨 那那个时候扫那个核子共振的部分的话 他连整个胃部都已经被顶到 对那他那个时候还也是一样 不想要开刀 不想开刀 他说他知道自己有子宫肌瘤 那他也知道子宫肌瘤这么大 但是他觉得他没有什么症状 我说真的没有什么症状吗 难道你不会贫尿吗 他说他说不会 那我说那你多几小时需要去上一次厕所 他就默默说他半小时就要去上一次厕所 他生活品质其实真的蛮差的 对那实际上去直接测那个膀胱的尿量 大概都100cc不到他就得去尿尿 不然的话那个整个子宫就是压迫 到膀胱其实压迫的非常厉害 那这种状况下 而且这么大的子宫肌瘤 其实我们就是得整个 把肚子剖开来才必须 才能够把整个肌瘤给处理掉 如果肌瘤不是很大 那如果是在十几公分的话 现在微创的手术都还是可以进行 对 其实一般膀胱至少可以装到 两三百cc 虽然你可以去憋尿的话 乘到500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当然 一直减尿都只有100多cc 那是需要特别去注意的 对 那另外 其实不止女生会合理化自己的状况 我遇过一个男 也是 老年纪比较大的 老男人 也是会合理化自己的身体有变化 为什么 他其实他有善气 对 那他过去是从事一些劳力工作的 那他有一段时间就发现说 奇怪他腹骨沟这个地方怎么越来越大 甚至说大到他的阴囊 其实当我开到的时候 他的阴囊已经肿成这个样子了 对 那我心里想说 你那个肠子都已经掉到下面来了 表示你上面开了一个很大洞 对 那腹部的那个肠子才会往下掉 那你怎么可以用胖来合理化这件事情 这样的状况 胖也不会胖 对 胖也不会胖音囊 对啊 所以后来就是 背了好大的功夫 才把这些肠子给推回去 然后把那个洞给修补起来 不过因为他音囊称这么大之后 他缩回去还是有些 还是一大包 对 所以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 在小事情的时候 你发现有异常就赶快处理 这样会比较好处理 对 不要等到状况已经变得很严重的时候 才做处理 那会变得非常困难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 说胖的病人可以用微创手术开子宫肌瘤 还是一定要用传统手术 那其实我们在做微创手术的时候 大家会以为说越瘦越好 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们微创手术的时候 肚子必须要灌气 那微创手术好不好开 他一样要有空间 所以肚子能够灌得饱的话 空间会比较大 反而是如果很瘦的病人 他做微创手术的风险会比较高 我之前有碰到一个患者 他才40几公斤 可是他的子宫肌瘤 已经有大概这样子 应该有18公分吧 那他就问我说他可不可以做微创手术 那我评估是因为他太瘦 所以他就算打气的话 那个空间也不够 那其实两边的话 学长就非常知道 两边就是输尿管 直接走在旁边 如果子宫很宽的时候 我们在做微创手术 尤其是如果是腹腔镜 气线没有办法转弯的话 断两边的一个子宫的韧带的时候 其实离那个输尿管非常非常近 非常危险 对所以我们常常在术后 如果有发生输尿管的伤害的时候 几乎也是因为他两侧的部分 已经距离输尿管太近了 甚至会造成一些热伤害的可能 对那热伤害的部分更恐怖 因为热伤害有的时候 不是在术中就能够发现 有些是到术后的一两个月才慢慢出现 那我过去有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经验 就是病人是一个大概三十几公分的一个卵潮流 那那个时候有跟病患讲说 其实我建议是做达文西机械手臂的手术 因为机械手臂的部分它可以弯 其实我们比较好躲那一个 比如说血管或者是输尿管的部分 那但是病人因为前的关系 对经济状况的问题 所以他觉得他还是要用腹腔镜 那我是说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开腹 可是因为病人就是不愿意开腹 那我就硬着头皮去开腹腔镜 开完了都很顺利 就术后的大概两个多月 病人说肚子痛 肚子痛到急诊 结果扫一个那个电脑断层就发现水深 对那后来的话 我们就请那个泌尿科去帮我们看 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怀疑是 输尿管的一个热伤害 它大概是在下段的部分的话 有一段就是变得比较狭窄 对变得比较狭窄 那后来的话还好是 泌尿外科他们那个双J导管 还放得进去 如果双J导管放得过去把它撑开 就会比较好 那万一双J导管它是放不进去 有时候甚至要做到输尿管重重 放到旁边的一个手术 对那这种状况就变得非常危险 所以基本上的话 不是说瘦就一定对手术来讲最合适 有的时候某些手术是胖胖的病人比较好 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病人太胖 因为如果病人太胖的话 在麻醉的时候风险很高 那再来就是打气的时候 那这种胖的病人其实常常 肚子里面气的压力比较不能打得那么高 对 对瘦的 就是说比较适中的患者 他的一个压力可以打得稍微好一点 因为如果体重太重 我们在手术的部分 他光是体重就压迫到自己肺部的部分 那肚子的压力一旦打不高 就跟刚刚讲的一样 他的空间会不够 那不够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我们手术的一个活动度 其实我们在开肾脏或开摄物线 我们最喜欢的病人的身材是中广型身材 然后尤其是说 它是属于那种皮下脂肪层很厚 内脏脂肪很少的病人 这种是最好开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皮下脂肪层很厚 如果你要开传统的开副手术的话 我们那个光要进去 就要花一点时间了 对 那如果你然后透过微窗 我们等于是by pass掉那一段 然后进去处理 他如果内脏脂肪又不多 很容易就可以把我们要的器官 我们要的目标给分开 而且如果内脏脂肪很厚的话 有时候我们用那个开腹撑开器 撑不太到 那个有时候都到这么厚 大家很难想象 比那个三层厚的两倍 六层肉这样子 很厚的皮下脂肪 那那个有些时候 我们用那个器具去撑都撑不开 非常的困难 不过基本上我觉得 台湾的病人大部分都还好 跟欧美地区比起来 因为欧美地区真的会遇到那种 就是150公斤 200公斤的人要开刀 那个我觉得那个 对医生来讲的压力更是庞大 是像国外有一些那个demo影片 我们甚至会看到 把两张手术床併在一起 那个手术 那个病人才躺得上去这样子 对那在台湾的病人的话 有时候一百多公斤 我们就觉得 哇好重好重 其实在外国的话 可能都觉得是小case 这样子 是 那这边另外有一个问题的话 是说 我们的太太都是医生 学生 学生你太太是什么 我真的是外科医师 外科 是 次专是 她还没有到次专的权利 OK 所以目前是外科 那我太太的话是妇产科医师 其实我是被我太太拉进妇产科的 我原本是走外科的 我原本是走外科的 但是是在其他的医院走外科 那我每次都分享这个故事 妇产科也是外科 对妇产科也是外科 可是我那时候走外科 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太太就问我说 你们那边的护理师都 都年纪都很轻 我说没有啦 没有 都是中年的 长得都很一般这样子 你知道 他们在线上 结果 我太太有一天就去查勤 他说 你骗我 所有的护理师都这么年轻这样 他说不行 你要回来做妇产科这样 妇产科你也可以开刀 所以虽然现在是做妇产科 但是我还是以做妇科为主 妇科就是开刀为主 对 现在我觉得 太太是一定有个好处 就是他比较能够体谅另外一半 为什么这么忙 为什么有时候电话一来 他就必须得出去 是 再来就是 当你很有成就的case的时候 可以分享 你会有一个 至少你会有一个可以分享的对象 对 当你觉得我这个刀真的开得很好 对 然后在节目上 因为你没有办法秀这些血淋淋的画面 所以至少会有一个忠实观众 对所以如果 像我太太也是 我们常常可以 我常常可以分享 因为我太太现在虽然不在临床的部分 但他还是接受完整的妇产科训练 也是妇产科的专科医师 所以我在做手术的时候常常也是回去 就给他看那个影片说 你看我今天这样子做做做做 那他就会觉得 帮帮我比个赞 我就已经觉得很棒了 对不然 如果他不是我们本业的话 你给其他人看他会说 你给我看这个血淋淋的画面做什么 对 而且像 其实以男生妇产科医师的话 有些时候就是 因为我们接触的病患都是女性 那如果 我自己在想 如果我太太不是医师的话 有的时候她也许会对 这整个行业的部分 会有一些误解 那也许会对 妇产科医师这个部分 会说你都是女性病患 所以你会不会在外面乱来 这些的部分 那因为我太太本来就是妇产科医师 所以她都很能了解这样子的状况 有的时候我们生业的部分就是 紧急要生产 我们就是直接得跑过去 也是我太太在带小孩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两位太太都在家带小孩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提前祝我们两位太太情人节快乐 对 七夕情人节快乐 七夕情人节快乐 七夕情人节快到 谢谢 现在还在一打二 对 我的太太现在正在从台中带儿子坐高铁上台北的路上 很辛苦 我太太应该是在 目前我猜 应该是带两个小朋友在桃园出游这样子 对 对 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好 好 好 哦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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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